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新宁我家园 欢迎收看6月15号星期三的大台中新闻 日前一场大雨水淹台湾国家门面桃源国际机场 国际航班是激进瘫痪 台中市长林佳龙就在脸书上呼吁 台中清泉岗机场升级为中部国际机场 已经刻不容缓 有媒体报道 蔡英文总统已经请交通部进行评估 升级清泉岗机场的可行性 对此市长林佳龙相当看好 也希望交通部能够尽快研议定案一步到位 年日大雨水淹台湾国家门面桃源国际机场 国际航班激进瘫痪 有媒体报道 蔡英文总统已经请交通部 进行评估升级清泉岗机场的可行性 桃市长林佳龙则表示乐观其成 让台湾整个发展要国际化 一定要建立北中南 能够跟国际能够接轨的国际机场 我们也很感谢蔡总统的指示 请行政院协调交通部 跟台东市政府 就加速来推动 把清泉岗机场升格为中部国际机场 来承担未来可以作为桃源国际机场的 一个被降的机场 市长表示目前清泉岗机场 一年有200万人次观光客 未来还会持续增加 但现在还停滞在航空站的规模 相当可惜 如果能够尽快决策 三到四年就会有一个专用跑道 马上可以成为桃源机场的辅助机场 如果能够决策的话 大概在三四年左右 就能够有一个民航专用的跑道 那也配合我们未来的 这一个轻轨捷运 然后让这一个清泉岗的机场的航站 跟未来的不管观光业 还有我们的产业可以结合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创造多营 市府目前正大力推动国际观光客中进中出 加上蔡总统致力打造中部 成为精密机械航太产业的智慧机械之都 未来客从台中入或从台中出 升格之后的清泉岗机场 还能搭配清轨捷运 结合地方观光产业 创造多营的局面 借杨总换台中采访不到